經過賽季頭兩場比賽後 賽島上大致已經看到車隊的實力在甚麼位置 有些車隊爭奪登上頒獎台 有些車隊爭奪得分位置 但在中游的情況就比較有趣 因為第一隊得分 而且是暫時唯一獲得分數的 並在賽季前預測能夠收窄和上游距離的 V-Cup 而是曾經被預測佔底的 Haas 就算V-Cup這一刻的成績和他們的期望有多大的落差 都未到這集的主角那麼失望 沒錯,這集要說的,再一次是L片 在過去兩個賽季,差不多每次提起這隊車隊都會和負面新聞拉上關係 由2022年的車手風雲到2023年的車隊內鬥 這一刻已經需要面對重組的車隊在填補人手上的短缺線 又面對另一輪的離職潮 看著車隊離得分區為越來越遠 究竟這支最慢的車隊出現了甚麼問題 他們如何踏上一直下沉的道路 車隊的未來又會怎樣呢? 就讓我講一下吧 在過去一年之間,Alpine已經失去多位車隊的主力 其中不少人更加跳躁到其他車隊為他們服務 在過去一年之間,Alpine失去的車隊主要核心人員 包括被Reno掉離職的Rohan Rossi 經驗豐富的車隊負責人Otmar Zunawa 為Team Endstone效力了34年的體育總監Alan Premain 而Premain更加跳躁到這一刻Alpine的主要競爭對手V-Cup 首席技術主任Ped Fry同樣轉到競爭對手威廉 試繼續F1生涯 車隊顧問Bob Bell就轉頭上游的Aston Martin 然後就又在今季開始前已經遞上辭職上的新技術總監 Matt Harman 以及氣動力部門主管Dirk De Beer 現任的Bruno Ferman就請了三位新技術總監 只令外界感到無所適從 連兩位車手都為車隊內部的改變感到震驚 Gazdy得知車隊多位長時間共事的高層離隊後都感到驚訝 在一段短的時間內經歷了多次高層的轉變 無疑會對車隊內部構成混亂 每一位總監都有自己的處事方法 在短期內更換多個部門主管 車隊不同部門的發展方針都不斷地改變 當車隊希望找方法改變的時候 卻越順著一輪有一輪的離職潮 新的領導坐下後連基礎都未定好 身邊的人又已經轉了一輪 其實這個情況都可以間接解釋今年Alpine的表現 但究竟整件事是怎樣開始的呢? 其實很難為Alpine這一刻的墮落定一個實際起點 因為Alpine甚至他們前身Reno的成績都不達標 車隊已經過了很多個不過不失的賽季 只是在近年開始遇上主要競爭對手的進步毫無還手之力 車隊的排名也都漸漸向下跌 道出上年暑假之前的比利時鎮應該是比較明顯的一個起點 Alpine突然宣布和Safenawa 譬如Fly三位Endstone基地的核心人物解約 背後原因就是兩位車手認為車隊在Safenawa 帶領客出現溝通問題 車隊並沒有聆聽車手的意見滿足他們的需求 發覺Reno總部不會以車隊的表現沒有在預期時間內溫度進步 但另一邊離隊的三位管理層就分別表示車隊太死板 發覺總部急於求成並堅持他們的辦事方式 這些轉變導致車隊出現分裂變成了英國和法國派系的爭鬥 這個時候Fly三被車隊由引擎發展部門總監晉升至站待車隊負責人 勉強帶領車隊度過餘下的賽季獲得第六 但車隊的成績依然還未達標 為了實現登上上游的目標 Alpine已經不斷地尋找新的資金 吸引一批新的股東協助車隊發展 不過這些股東不知道這一刻會否後悔他們當日的決定 Alpine在今年的新車發布會之前正式宣布任命Fly三為車隊負責人 Fly三也承諾會招募人才加入車隊填補缺陷 嘗試解決人手問題的同事 車隊發現新賽車發展遇上問題 Ocon日前透露車隊在去年12月第一次在模擬汽上駕駛賽車時 已經知道A524有問題需要解決 然後技術總監Harmon和氣動力部門主管The Beer在新車發布會前辭職 不知道是不是為賽車的表現問責還是選擇逃難 但他們離開就為Fly三帶來更多問題 不只是賽車設計部門 為Anstone基地服務超過18年的車隊顧問Bell都選擇離開 他曾協助Renold在2005年和2006年奪得F1冠軍 被在新加坡Crashgate之後成為暫代車隊負責人 Bell 和Premier 以及Fly一樣選擇 凌晨東加加入Aston Martin成為執行董事 為車隊服務最長或F1經驗最多的管理層 都在過去一年內離開的職位 剩下的就是全新的團隊面對這輛Renold和Alpin 歷史上最差的賽車 但究竟這輛A524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經過模擬系統賽道上的測試後 車隊已經做好成績不會理想的心理準備 雖然他們知道賽車的速度出現問題 但在巴林站看到賽車真正的成績後 連車隊本身也感到震驚 Fly在訪問中表示並沒有預計過兩位車手會排在最後 而他也直接表示賽車的弱點在缺乏走地力 特別在車尾方面,影響賽車過彎的速度 同時令他們的系動力效率不達標 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Renold引擎 他們與其他引擎之間15-20馬力的差別 令他們在直路上缺乏競爭力 車隊在設計A524時尋找方法解決這些模型損失 改變了賽車排氣管的設計,增加了MGU-H效率 但這一刻體池成效不大 而他們最大的問題,或是今年最大的退步就是賽車的重量 車隊為了減輕賽車的重量在設計駕駛倉時 在不同碳纖維層之間留了不少空間 將折散的重量放在賽車其他位置 然後在賽櫃開始前,每一隊賽車都必須通過FIA的撞擊測試 確保車手在賽車內的安全 這個時候,Alpin遇上了問題未能通過側面撞擊測試 令車隊需要強化賽車的駕駛倉設計 將賽車的重量推過798kg的下限 所以Alpin今年的拉花設計盡量減少車身表面的油漆 嘗試減輕賽車的重量 在賽櫃開始前,有全民表示A524超重11公斤 但賈斯蒂被問到有關問題時,表示情況並沒有外界猜測那麼嚴重 不過他都沒有否認賽車的超重 不同因素令Alpin在巴林站成為相比一年前進步最少的車隊 然後更加在沙特阿拉伯站成為唯一一隊未能改善一年前排位成績的車隊 車隊這一刻並不期望有2023年麥拿良的反彈 但相信賽車依然有更多未解放的潛力 這一刻他們只能慢慢改變賽車的設計概念 只是車隊先需要理解這一刻的A524在哪裡出現問題 才能同時由機械和系統力方面入手改善 而且這次他們要跟Reno的耐性鬥跑 因為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不只是單單人手變動那麼簡單 現時Alpin在車隊綁墊底,兩位車手合約在賽季完結後都會結束 車隊在這一刻並沒有足夠的原因讓他們留下 來年也有很多機會讓他們轉投其他車隊 同時在Android被拒絕了任F1之後 Alpin 都沒有跟其他車隊簽訂合約提供任何零件 或者為任何車隊提供引擎 而如果Reno選擇在這個時間決定放棄F1計劃 他們真的可以一絲不掛地離場 雖然只是一些非常細小的聲音 但也開始有傳聞Alpin 的低谷可能成為Andretti 的美夢 Reno漸漸對F1計劃失去興趣 這一刻Reno總部開始研究以9億出售F1車隊 之後以引擎製造商的身份留下 所以機會就給了非常希望進入F1 而且本來已經與Reno達成合作協議的Andretti 因為Andretti 已經通過FIA的審核 如果他們真的與Reno達成共識接手車隊 加入的程序應該都會相對簡單 上次其他車隊怕Andretti加入後分薄獎金 但這次是以接手的方式加入 其他車隊都沒有阻止Andretti 的原因 Reno 就會為他們提供引擎至2028年Catelac 預備好加入 但這些計劃暫時只是一些傳聞 準確性有多高,依然有待雙抗 不過都能夠想像到這件事的發生 這一刻就先留意一下車隊在賽道上的表現 究竟他們能夠在未來這幾站找到多大的進步呢? 賽車的表現能否為車隊爭取Alpine 的名字 留在F1更長的時間呢? 就由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你們對Alpine 這一刻的情況有甚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說一下 這一集就先說到這裡,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到這裡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